游戏的世界里我不想神话爱情 每每想到已形同陌路的你 不眠的夜总是太长 同为情怀玩家 从神雕到朔光 走过十年 恍若隔世 让我们放不下的执念究竟是什么 是每次想念就游记的练练花与熊 还是我们并肩站在三生树下 看那彼岸花开 那个心情如云起如云落的少年时代 完美承载了我们太多的美好和感动 总有那么一些回忆的碎片 让我们忽然就晃了神 也许完美世界并不完美 而我的遗憾与你有关 下一个十年 我们谁会恪守当初的诺言 陪伴完美走到最后一天呢 在这个平静的早上 愿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珍重 第一封信读完了 信中的感情呢 也会持续延延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封信 第二封信语来自至尊双线 新天区的叶大锤 她在信中对艳丫头说道 七年了 艳丫头 你过得还好吗 十年前 完美以竹村相遇的一幕 还历历在目 相伴游玩完美世界的秀丽风景 挑战各种副本 气息回响 嘴角依旧会上扬 谢谢你在完美世界陪伴了我三年 游戏已久 而你却已离开 希望完美国际游戏一直长红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 爱情甜蜜的地方 虽然你以为人欺慕 但还是希望我们在完美 再次相遇 愿完美越办越好 加油 第一封信是来自涅槃双线 天穹区的MISS天缺一角 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写给2010年给我写道歉信的风云再起 当时我随口说的一句话 可能让你很不舒服 所以才有了那封长长的信 我真的没有恶意 对此我很愧疚 但是已经找不到你了 这封信我保留了12年 师哥13年 你还会回来吗 如果回来 记得找到我 误解 以怨恨开始 以悔恨结束 希望风云能够在冥冥之中 接受到你这份愧疚与歉意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封信 下一封信呢 是来自涅槃双线 圣延区的冰宇 她在信中写道 漂泊 还记得十几年前那一段青葱岁月 我们将近十来个人在一个会 天天播播堂混圆魂 还去灵潭幻境 挂机升级 寻凤鸣鼓 好命运魔方 好丛林 晚上还在歪歪上唱歌当卖霸的你 还没去过十七本吧 后面出来了那么多资料片 都没你的身影加入 总感觉是少了些什么 一群人现在就你没有下文 可你的号在我的手上恩久了 不知道你是不玩了 还是因为那次大地震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没有你的手机号 又怎么呼唤你 才能回归完美世界呢 谁能给我一个答案 离别呢 是人生的必经之路 也许归有一天 奇迹会让人重逢 所以我们继续怀着这份思念 在游戏中感受一起 曾经一起遨游过的地方 怀念这份深刻 而又无处安放的友情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封信 最后一封关于友情的来信呢 是来自涅槃双线 天穷区鸟的来信 他在信中写道 长空 2008年 我那时候初入完美 还是一个40多级的小毛毛 你是80的武侠 我们在兰若寺相守 我们在兰若寺相识 后来成为了好朋友 你每天带我裙怪升级 还给了我2700万游戏币 让我去买衣服和坐脊 我记得我买了一件花蕾裙子 和一只九米的黑豹子 一年后 你的离开让我失落了好几年 十几年过去了 我们早已不再联系 但我永远记得 你是我的最初 第一封信 是来自涅槃双线 卧龙区的莫黎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07年的冬天 高中的我在大众网络杂志上 看到了游戏的宣传 当时还是在和同学们 打斗他的年代 全3D海陆空的绚丽界面 就像是一抹色彩在黑白的世界中 爆炸一般夺目 08年高考后的假期 每天登陆游戏 用我的羽毛 一点点的飞遍完美大陆 只为了欣赏每一处的景色 大学期间的女友和我一起加入了完美 她是个雨林 我们一起刷副本 从蛇蝎洞到魔域桃源 从黄昆金甲到天地无用 处处都留下了我们的痕迹 毕业后天各一方 开游戏也慢慢淡了出去 游戏里的好友的名字 也逐渐的变为了灰色 帮派里的伙伴 也由二转陆续变为了转生 最终就只有我在坚持 曾经不可一世的九子鬼母 变成了可秒的移动景观 年年碎碎花相似 碎碎年年人不同 十六载 将近走过了我现有的一半时光 当登陆游戏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也就不再孤单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封信 第二封呢是来自 涅槃双线卧龙区的阿素 他说道 我是02年出生的 但我真的玩了十多年完美了 因为我爸爸在这个游戏 刚出的时候就在玩这个游戏了 当时好像是四五岁的样子 看见爸爸在网吧里玩这个游戏 后来家里有了电脑 我就经常趴在电脑桌旁 看我爸爸打游戏 第一最深刻的是 当时有次家里请客 我就打开我爸爸的电脑 创建了两个毛毛号 因为当时羽毛刚出生的时候 翅膀飞需要飞蓝挺不舒服的 就见了两个毛毛 满地图飞 看见人就加血 一直这样飞到剑仙城郊外 遇到个玩武侠的人 当时给他加血 他还和我加了好友 但是好像报年龄的时候 我把他吓跑了 当时五六岁的样子 故意报大了几岁 当时自己以为 我都说得这么大了 应该显得我像个大人了吧 结果现在想起来 是我我也被吓跑了 当时真的很喜欢这样玩完美 满地图看风景 也许现在是因为长大了 没有那么多闲功夫了 每天做完日常 时间就差不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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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